台北市教育局推动台北版准公共幼儿园2.0 自109学年度起加码推动Copay 共同支付教师及教保员薪资方案 包括补助幼儿园营运剂提升与维持薪资经费 以及教师及教保员逐年提升薪资经费 鼓励准公幼教保服务员薪资至少达33,000元 坦白讲现在少子化 每个小孩子都是被父母当作宝贝 他说你把你的小朋友当作宝贝 那你去幼稚园教保员 他一个月薪水才2万9甚至更低 你放心吗 我常常说薪水他一定品质不也好 所以我们就是说 不然我们就说如果来参加我们准公共幼稚园的 教保员的薪水从33,000开始起跳 从今年5月起 北市私幼签约加入准公共幼儿园 市府在加码设施修缮补助 除了中央补助20至40万元 北市率全国之先再加码补助60至100万元 共计可获得80至140万元的补助 另外自110年8月起 北市准公共幼儿园的学费 每月至少可减收1000元 市幼稚园参加我们准公共化的幼稚园 那么跟家长的收费 第一胎是3,500元 每个月 第二胎是每个月2,500元 第三胎是每个月1,500元 至于后面那些要怎么处理 那是由台北市政府跟幼稚园直接来处理 我们也简化家长的麻烦 比如说你对幼稚园 反正就是这一家是准公共化幼稚园 就是每个月3,500元 2,500元 或1,500元 按照这是第一胎 第二胎 第三胎的顺序 教育局表示110学年度签约成为准公共幼儿园的期限 到6月15号截止 5月31号前签约 幼儿园将享有一次性的设施设备加码补助10万元 以及每位幼生两本图书优惠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导